大家好,我是小悠 那么Win10的2004版本 那么在前几天其实已经公布了 那么升级方法呢 你可以在这里检查更新 如果这里检查不了的话呢 去这个官网去更新 那么这个网址呢 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简介上 然后呢你点击更新 它会下载一个更新工具 我这里就下好了 这个微软的一生 双击它打开 它就会检查你的更新 那么这次更新呢 它不会去删除你的其他的应用 就是不会重置你的系统 但是如果你是非常重要的 有非常重要的资料啊 或者是就是一时半时啊 并不是那些发烧友这样子的啊 你最好就先不要升纳 等它再晚那么一点点的时候呢 在这个设置里面推送 会比这里会好那么一点 然后呢我现在已经更新好了 你就到时候弹出来 它就提醒你更新 你点更新就算了 如果不能更新的话呢 在评论告诉我是什么原因 或者是私信告 那个截图发一张截图给我 我帮你来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如果你是WIN7的话呢 这里有个下载工具啊 它下载之后呢 是给你一个 应该是给你一个系统的 你把它就是这样解压 全部解压出来之后 双击这个东西 WIN7也可以直接升到WIN10的2004版本 升级方式呢就教你了 那它主要升级的内容有哪些呢 输入法是改成了这个样子 它的这个输入法 它的工具栏就变成了这样 然后呢也支持竖着来 竖着的工具栏 当然我不是很喜欢 像那种搜狗输入法 也是有工具栏的 但是我不太喜欢 又喜欢关掉 那么这个锁引器的话呢 也这里也多出了这一行东西 我其实这个是搜索文件的时候会更快吧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任务管理器这里 它现在多出了一个硬盘类型的这个功能出来 可以识别硬盘是SSD还是HDD固态或者是机械 然后的话呢 GPU这里新增了一个温度检测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CPU没有 登录选项这里呢就多了一个重启应用 但是必须要应用支持 就是说你开了之后呢 你关机前没有关的应用 它重启之后会重新打开这些应用 就像极了苹果电脑了吧 这个桌面呢它支持命名了 点击下这里就可以命名你的桌面 还有的话呢就是卸载这个位置加了一个功能卸载 就是说可以把内置的东西卸载掉 它这种就算是插件吧 可以卸载掉的 然后听说还有驱动的单独下载 就是说它下面会有个驱动更新 就跟上面那一行是隔开的 还有要补充一句那个Kotana它独立了 但是目前这个地区不支持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干嘛 就等于更新了之后这个语音助手就废掉了 差不多就这样 那么观众可以在评论下方来补充我没有讲到的功能 就比如说那个沙盒可以控制那个音量呢 或者是其他的啊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 再见